我从小是被外祖母带大的 年轻的时候不懂人情世故 第一任女友嫌我邋遢 第二任女友只是想和我玩玩而已 还觉得我配不上她 第三任女友把我当成她的学生 天天教训我 最后还是把我甩了 第四任女友她外婆不同意我们交往 虽然分手了但她还是喜欢我 第五任女友不满 我到处拾荒 有洁癖真麻烦 第六任女友太强势 但是我喜欢她的个性 第七任女友觉得我经常疑神疑鬼的 我的独占欲强的让她害怕 我们愤愤和和几次 最后还是不欢而散 我叫孟罗福 是一名星际郎中 年轻时候因为多次失恋 差点患有抑郁症 以前我是心理医学专业出身 医者不能自疑 我很早就为了避免失恋 导致心理疾病提前发生 在这颗小行星做了九年的义工治疗感情创伤 每次对小行星内部社会秩序望我的付出 居民称呼我为行星督导 在星际疗养院建成之前 我就住在这里 我还算是个恋家的人 把民风彪悍的小行星 当成自己的家园 随着小行星 这十几年来 社会情况变得复杂 心里 人们社会压力越来越大 这个 这个 患者越来越多 涉及到心理学领域 我的机会就来了 因为我之前设置有功 行星运便宜 租给我一个办公室 我可以进行使用这里的医疗设备 这颗行星还有很多是被流放过来的人 造成人口密集 他们居无定所 穷人只能住山洞 偷渡者 落魄艺术家 双性恋 重婚者 破产家庭 超生游击队 还有引君子 总之这里住的什么人都有 这里没有真实的阳光和柔软的土地 他们远离故土 每个人的精神状况都很差 不是我过去学的心理医学就能解决的 我在另一颗星球石荒的时候 发现了一颗特殊的古董镜头 里面的水晶镜片 凭借晶包的共振频率收集大脑脑场波 把意识投影出来 于是就看到了幻象 物质从来不是坚实的结构 而是实体的幻觉 取决人脑对物质能量凝聚形式的理解 这是量子学领域 遥远的地球上有个叫科技列夫的学者 就用脑场波量子原理制造了映射人脑意识的镜子 我推测这种特质镜头可以治疗抑郁症 在星际疗养院还没对外开放的时候 为了证实我的推测 在科技列夫之镜理论上逆向研发 发现单个镜头不足以映射意识 于是我继续拾荒寻找 我跑了许多星域 终于组成了功率足够的意识幻象投影阵列 我试试能不能把每个前女友的实体投影出来 我的青春就靠你们了 第一次投影是个没生命的铜人 我调整物质能量频率 出来的是石头人 给疗养院做装饰倒不错 第三次第四次实验是硅胶人 至少他们穿上了衣服 我留下来做私人情趣用品了 至少她能动 当我一次又一次调整后 开始接近真人了 这次的效果还不错 仪表端庄的姿态 让我想起了第一任女友 她皮肤上还残留着脑场波能量晶体 一开始我打算放弃她 突然她转身喊出了我的笑眠 小梦梦 是时候带我去学习骑摩托车了 哈哈 我当时十分震惊 我有多少年没听到这个名字了 那是三十年前 我曾经骑着摩托车带她满山转悠 当第四任女友走近我 给我的吻是那么的深情 原来她只记得我们以前的热恋期 你回来了 第七任女友也是只记得我们一起相爱的时光 在脑场波量子骨镜的帮助下 其他前女友都陆陆续续被我的回忆成功投影出来了 她们来源于我的大脑思维映射 每个人都不是飘渺无形的影子 全是有血有肉 有体温有触感的实体幻象 这些幻象有真实的喜怒哀乐 情绪表现 我可以凭一时任意修改 她们的年龄和发型 陪我一起老去 如果我的病人感受到自己意识投射的幻象 带来的幸福感 那她们不就痊愈了吗 我的幻象实景 量子治疗方案被小行星医院批准了 脑场波骨镜逆向研发专利也很快申请下来了 在恩劳顿共和联盟赞助下 将我的意识投影 原型机升级改造成量子治疗仓 为了减少投影对大脑的精神负担 于是就有了实体幻象眼镜 由于骨镜不可复刻的特殊性 加上镜片里的脑场波能量有衰减期 我的星际实荒并未停止 我帮助过一个挺有意思的患者 他很穷能力有限 挣不了几个钱 没能力偿还亲人的恩情 但又想实现他梦想中的人生价值 所以宁愿在我制造的虚拟幻象里做社工 通过帮助别人来满足自己那点虚荣心和存在感 我收治过一位很有钱的患者 他失去了双亲 虽然在小行星内事业有成 可子母欲养而亲不代 物质通过骨镜变成时间能量 让过去现在 未来集结在一个时间线 我把他逝去的父母接回来了 恩情对于受恩者来讲 得时刻记着别人的恩情 时刻想着去回报 时刻感觉自己低恩人一头 有的恩情也许尽其所有 倾尽一生也难以报答 这样的恩情变成了挥之不去的梦样 和难以解脱的紧箍 长期以往受恩者便会心里失衡 倾者与恩人老死不相往来 众者希望恩人在人间消失 如此大恩逐渐演变成了大仇 珍惜当下吧 孤独的人才渴望做一番 惊天动地的伟业被人赏识 比如我治疗过的斗篷少年 他操控建设的戴森环 亦是投影录像火遍恩劳顿星域 然后他越来越受欢迎 小型心里的各种心理疾病的患者 因功效慕名而来 疗养院的业务增长虽然是好事 但我也收到了不少投诉信 他们说幻象石井量子疗法 其实就是让心理病人通过修复 虚拟世界的另一个自己 来治疗现实真实的自己 副作用就是容易让患者 沉迷其中逐渐上瘾 升级到在虚拟世界里 通过做各种各样成就感的事情 自我麻痹 大家好 这里是行星观察 行星意愿迫于投诉压力 临时封进了星际疗养院 换向石井治疗舱 主治孟罗浮被囚禁观察 那些还没完成疗程的抑郁症患者们 在行星医院大厅拉起了红符 愤怒的患者们要求释放这名星际狼中 孟罗浮 你被指控对居民进行精神上的操控 患者们对你的幻象石井量子疗法过度依赖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尊敬的法官 我理解你的担忧 但请您看看这些居民 他们生活在缺乏自然资源和真实阳光的小行星山洞里 他们的心理健康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我的量子疗法是他们唯一的慰藉 你的治疗方法可能暂时缓解了他们的痛苦 但长期来看 这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 医员先生 我理解你的顾虑 我深知任何治疗方法都有局限性 但在这片星域边缘 我们的选择并不多 难道我们要眼睁睁看着人们因各种心理抑郁而自杀吗 居民们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 我的疗法至少为他们提供了一线希望 法官大人 我们这科小行星 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四十 再加上核聚变能源输出不稳定 居民们面临生存压力 在座的各位 我这不可能跟你们那边繁华星球比较 我这里有半数是从你们那里流放出来的 对你们来说全是不入流的下等功名 孟罗福能稳住这里的居民心理健康就很不错了 除此以外 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们这社会问题是该整顿了 你们又不过来整改 还怪人咧这不行那不行 啊 在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之前 我允许你继续做你的工作 但必须在监督和评估下进行 此外 我们将提供资源和支持 帮助小行星社会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 降低失业率 并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预防项目 这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好消息 我们将全力配合星际仪式厅的计划 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同时寻找更科学更健康的心理治疗方法 我们一起共同努力 为小行星的居民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本案已极案 孟罗福无罪释放 真久 老白出来了 老白 嘿嘿 我回来了 哇哦 这是我的故事 我叫孟罗福 是一名星际郎中 下亿一病 中亿一人 上亿一国 上亿至上可依宇宙全星 孟罗福 本星域即将面临量子波动灾难 我们要启动聚构工程掩护母星星系 工程时间非常紧张 工人们长期生活在太空无法落地 你负责担任工程空间站心理医师 有没有兴趣随我前往 一只大者还羽为家 好吧 这里就交给瑟琳娜了 要是为了不助 真的 有没有兴趣 辅导 编冕 抖部 咖啥 国安 辅民 国安